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厨房想介绍五指毛图青橄榄汤 这个汤可以健脾化湿, 痕气补肺 又是可以伸樽指壳 对于喉咙痛有帮助, 还可以舒筋活乐 材料方面, 买了二两五指毛图 青橄榄有四两 另外, 朱展有一条, 毛花果有二至三粒, 和杞子大约半两 五指毛图和青橄榄可以在街市买生草药的当摊 五指毛图可以先冲洗, 再用水浸半个小时 五指毛图可以健脾, 补肺, 利尿, 书筋活乐 它有个名字叫南齐 另外, 有些人不适宜服用 例如孕婦, 患有胃病的人, 身体不适 和常常要捱食的人 都不适宜服用五指毛图 青橄榄有清热利烟的作用 对于喉咙痛, 咳嗽, 有些人有蝦蟹敏感 青橄榄都有帮助 这个朱展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抗物质 它可以调养虚弱身体 亦可以出进发育 所以平时用朱展来煲汤也是很好 而且它也不太肥 这是土耳其的无花果 它是比较大粒 所以我用两粒 或者你们喜欢甜的可以用三粒 无花果有润肺止咳的作用 又可以润肠通便 朱展可以切小一点 方便稍后食用 如果是否出水 就随你自己喜好 因为有些人都会出水 但我多数是猪骨才出水 如果只是瘦肉或猪腱 我通常都没有出水 无花果切开 青橄榄有两个做法 要不就拍扁它 要不就将它斩开 但是你们用的刀 一定要重一点 才会更容易去切或拍扁 因为之前有个网友跟我说 为了拍这些青橄榄 弄到手都腫了 所以刀要比较重一点 就很重要 要不然它也会比较硬 我两样都有些 有些是斩开 有些是拍扁它 五指模图浸了半个小时 我们就要拆洗一下它 因为它表面 都会有少少泥 有些污脏 我们就尽量拆一下它 拆干净它 还有可以再换水 换个第二盘水 又是再这样拆一下它 直至水干净 即是洗干净 我都换了几次 我换了两三次水 还有五指模图 煮汤是好吃的 它有盐椰子的香味 那些材料预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煮水 那我就煮了2.5-3公升的水 那水滚呢 就可以下材料 而且因为五指模图 需要煮久一点 应该起码要煮一个半小时 下材料之后 就可以盖上盖子 大火煮沸 煮多10分钟 然后转小火 再煮1小时 0-30分钟 那些材料 现在用水浸泡一下 因为材料不需要太早下 可以在最后15分钟下 材料可以补气 又可以补干肾 亦可以抗衰老 又可以明目护肝 那汤煮到最后15分钟 你就可以将材料放进去 放完后再煮15分钟 到最后可以加少许盐调味 这个汤可以喝 青腩对于喉咙是很好的 五指毛桃又可以补气 强身 所以这个汤也是很适合现在喝的 如果喜欢一条影片的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以及我也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在我的频道里面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每次拍完影片我就会放到不同主题的播放清单里面 我其中有一个播放清单叫交游乐 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和水上活动的影片 风景也很漂亮 如果你有兴趣的也可以按进去看看 还有 按入播放清单里面看影片 就会很方便的 因为它会一连串的播放 还有在我的影片下面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按了之后按下旁边的钟仔 选择全部 那就订阅成功了 是费用全面的 要喜欢我的影片 还可以like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